巴黎奥运会女排四分之一决赛 中国女排以2比3不敌土耳其女排率先出局 5局比分 25比23 21比25 24比26 25比21 12比15 这场比赛之后 土耳其女排稳住了世界第四的席位 蔡逼用最强阵容 凋铃羽 李盈盈 朱婷 龚翔羽 袁新月 黄元月 黄孟杰 开场是土耳其率先得分 女排打到6比6平 卡拉库尔特两个强攻失误后 女排10比8取得领先 但女排这边也连续自施土耳其 12比11完成反超 关键时刻 网上的优势得以体现 李盈盈 前攻后第8至第7 黄元月 快攻钉地板 23比19 朱婷打手出界 24比20 巴尔加斯追到22比24 蔡斌暂停 对方发球失误 23比25 惊险过关 第二局 土耳其依旧是依靠发球 打乱我们的进攻节奏 朱婷的体能开始下滑 连续被拦回1比4落后 龚翔宇下分2比5 揭发球过往 凋零宇去旧处往2比6 巴尔加斯爆扣7比2 巴尔加斯终于被拦3比7 王元月追到8比12 奥兹巴依白脚退场 女排追到11比14 土耳其一度21比15领先 没想到 女排以强刃的意志 追到21比22 但女排连续丢4分 21比25输第二局 第三局开场 就是1比4落后 蔡斌暂停 一船完全被巴尔加斯的 发球轮打崩 女排6比11落后时 蔡斌与赖亚文不停地说 大家要再松一点 放松一点 太紧了 不要想太多 笑起来笑起来 不过暂停后 土耳其15比9继续领先 李莹莹下分 朱婷拦网追到13比16 土耳其暂停 双人拦网22比23 土耳其暂停 女排挽救两个局点 24比24 关键分 还是土耳其拿下26比24 太可惜 第四局 中国女排开局打得非常顺利 直接是5比1领先 然后一度追到6比15 打听土耳其 到了巴尔加斯的发球轮 女排这边严重卡轮 土耳其直接打出了一波 疯狂的攻势 直接追到了16比19 袁信月两个被飞21比17 张长宁被换上发球 李莹莹的扣球受到限制 可她发球直接得分24比20 朱婷下球25比21 拿下关键胜利 第五局开场1比1 李莹莹发球直接得分 李莹莹发球152比2 朱婷拦网得分 偷翔宇拦网得分4比2 土耳其追到5比5 巴尔加斯再下一分6比5 蔡斌暂停 朱婷触网5比7 吴梦杰换下朱婷 李莹莹小斜线7比7 李莹莹下球9比9 李莹莹4号尾10比9 土耳其明显过往击球 但裁判还是给土耳其得分 回放很清楚 李莹莹爆扣11比11 土耳其13比11 朱婷再上 郭祥宇12比13 土耳其最终15比12 拿下胜利 辉柔其解说已经哽咽 李莹莹25分 朱婷19分 郭祥宇18分